用香蕉包裹绣球花枝条 生根块成活率高 一盆变多盆 绣球花开花非常的漂亮 大大的这个花朵 很多花友都喜欢养在这个院子里和这个花盆中 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下 用这个绣球花的枝条来进行繁殖 一盆啊变多盆 首先我们取这个绣球花的枝条 截取下来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枝条上面的叶子都去给它去掉 去掉之后 我们把这个绣球花的枝条呢剪成小段 每个小段上都去给它保留一个芽点 然后我们用削过毒的这个小刀 在这个芽点处轻轻的去给它削上一刀 我们再用一个纸巾 蘸取一些高蒙酸甲 涂抹在绣球花的这个两头 两枝条的两端 还有这个芽点的位置 高蒙酸甲是有助于杀菌的 防止呢腐烂 而且这个高蒙酸甲还有助于生根 涂抹好之后 我们就找来香蕉 把香蕉的两头去掉 从中间把香蕉分开 以分为二 然后我们把这个绣球花的这个枝条 给它放在香蕉的这个中间 可以往轻轻的往下压一压 用这个香蕉的果肉 把绣球花枝条去给它包裹起来 都弄好之后 找来疏松透气的土壤 然后连同香蕉一起给它埋入到疏松透气的土壤中 就可以拉浇透水放在散光通风好的位置 耐心的等待 等到30天左右的时间 这个枝条呢就能够长出新的叶片 底部呢还能够长满小白根 用这个方法繁殖的话 生根块 V盆啊变多盆 喜欢的花勇呢 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